主席 質詢者過了一半 讓院長轉換一下心情 謝謝 因為等一下我問的問題 我也很希望院長可以用很清楚的頭腦 來回答 我想首先請教院長 您知道在這個時刻 其實我們 國人 比關心核四問題 還要更聚焦的 在這個時刻您知道是關心什麼問題 中日大戰 院長是不是 借這個機會 對於這個中日大戰 你要為我們中華隊來加油 是我只想講中華隊加油 好謝謝院長 那接下來 本席就這個核四的 一些相關議題來 請教院長 這個核四的這個 公投問題 院長覺得核四公投能解決什麼問題 不能解決什麼 我想公投能夠解決的就是 對於一個社會 高度分歧的重大事件 能夠得到一個最終的 法治上面 具有正當性的決定 但是 它不能解決的是 假如它是一個重大爭議的事項 那麼這個社會上面的不同的意見 可能還會繼續持續一段時間 舉例來講像美國的墮胎 或者是廢除這個槍支等等 這些都是在他們那個社會很爭議的事項 公投可以決定要或不要墮胎 但是許多支持或反對墮胎的人 並不會因為公投的結果 而改變他的信仰 那這個是他不能解決的部分 院長覺得我們現在對核四最大的爭議 就是你剛剛說不能解決爭議 最大的爭議的點是什麼 最大的爭議點大概就是 對於核災的一種恐懼 因為 就像今天很多位委員都不斷的指出 我們現在民眾普遍對於台電公司 甚至對於延南會或政府 缺乏足夠的信心 所以不相信說我們現在所做的安全檢查工作 是能夠確保未來的營運安全 而萬一出了問題 他對台灣社會的整個衝擊 可能是超乎我們這整個社會能夠承受的 是這一種不安全感 以及不信賴感會是一直很難 就隨著一個公投完全消失的 是 所以就是核災的疑慮 或者是核安的問題對不對 是 那我們行政院整個團隊 當然包括這個台電經濟部 原能會 我們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 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可以去消除 或是稍微緩解民眾對核安的這種疑慮 還有他們這種不安全感 是 是 向委員報告 為了盡量去消除民眾的不信任感 或者是疑慮 我們張部長在上任之後 就非常謙卑的去廣泛聽取所有反對 或者是說質疑我們核市場新建過程的人的意見 包括大家所敬重的林中堯博士 那麼從他們的這個談話之中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必須要全面重新檢測核市場的所有的設施 那麼而且是以最高的標準 要邀請國內外的團隊大家一起來 而不是說只有靠台電自己公司的核能安全處的檢查 或者是原能會的官員或委員的檢查而已 那麼這件事情呢就很具體的轉換成 台電公司那邊也要找這個世界的那個發電協會的人來幫忙檢查 而原能會呢也要找這個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的專家來幫忙檢查 而經濟部呢則是用一個最開放的態度去爭取 國內所有對這個事情有任何質疑的學者專家 大家一起來監督這個即將要完工運轉的核市場 我們要確保他讓所有的專家都講說他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那個時候剩下的就不是這個所謂科學的專業的技術問題 剩下就是一個信心跟一個價值的選擇 是很好本席很高興聽到院長您這樣的一個答覆 那但是民眾剛剛您提到我們台電請國外的專家 我們原能會也會請相關的這種專家 可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 他們就是對原能會對台電沒有信心啊 所以這個主導的單位這個昨天本席看到報紙寫啊 但今天好像張部長有澄清我們行政院接管 本席認為這是一個但說不一定用接管兩個字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讓民眾安心的這樣的一個行政的主導的單位 來去讓民眾等於說我們在進行這樣的一個過程讓民眾可以安心 是的所以會是有哪個單位 我們外界所謂的接管其實我們具體的做法就是 在經濟部張部長的親自指揮之下會成立一個關於核四的專案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會調很多不同的單位的同仁一起來 開始去處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所有對於核四安全的疑慮 以及對外的這個所有的說明 那麼可能專案辦公室要做的事情還很多 那這件事情不等於接管 但是可以代表政府很積極的要介入這件事情 要用重新建立建立政府的公信力的方式 來讓民眾可以在投票之前比較清楚我們究竟做的哪些改善 有沒有期程就是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我們專案辦公室其實現在已經成立了 只是人員還沒有調集 就是說包括什麼時候聘請專家 然後我們預計什麼時候開始進場 解決所有的工程的問題 設計的問題 設計的問題 測試的問題 這個我們這個專案辦公室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呢 這個不用答 重點是有沒有期程我的問題 期程我們是持續進行到我們所有這些安全的問題 期程的意思是 你有一個目標 然後有一個進程 能夠監督能夠讓它確實落實了以後 那麼這個工作我們才會告一個段落 那會在公投之前嗎 什麼時候要請專家 因為這個核四的議題也已經延燒好幾個月了 所以那因為昨天看到報紙是講說我們毛副院長要來主導 所以才有行政院接管的這個 行政院這邊我一開始就有宣布 我們有兩個專案 重要的專案的這個小組 一個就是年金制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由毛副院長所注意的這個核四的專案小組 所以本席昨天看到 包括院長 包括部長 對於我們過去核四 台電還有這個原能會 提供出來的數據 這個自己都要嘛互相矛盾要嘛好幾個數據 那連院長都看不下去 所以決定一定要親自的讓這個數據完整 然後有這種公信力 對 這件事情是我跟毛副院長還有張部長我們的共識 因為我們都有接觸到類似的資料 然後都有類似的一種感受 但是其實有一些並不是我們同仁的錯 比如說在不同時間要到有的是一百年的資料 所以對外界來講就是混亂的一團資訊 因此我們現在對整個資訊的掌控還有發布 我們希望由張部長這一邊 所以現在不是毛副院長主導是張部長嗎 其實 部的層級是張部長 在院的層級是毛副院長 好 本席今天特別準備了 我看到這樣我們行政院團隊有這樣子 要解決這個核安的這樣的一個作為 而且面對問題的作為 所以我準備了一個讚 我們給院長 給我們行政院團隊 還有給我們部長 好 那接著呢 本席想請教這個院長 您講說不要立即廢核 要穩定減核 但是這個歐巴馬總統 他提名這個核能專家來擔任能源部部長 安倍晉山上台之後 對於日本的這個核能電廠可能考慮要再運作 還有我們台灣 在我們東亞 整個臨近的國家 他們對於這個 目前啊 在新建中的核電廠數量就有33座 包括韓國包括中國大陸 那在規劃內的 如果說預計要規劃的核電廠也在內的數量95座 包括南韓中國印尼 越南 那面對我們周圍的國家 他這樣子對這樣一個這個低成本 而且又乾淨的這樣的一種核能發電 大家都這樣子在新建 可是我們國內在論述當中好像比較少談及這一點 我想請教院長 我相信在過去一二十年裡面 我們的一些核能發展的部門 也試圖要去說服民眾 核能是一種乾淨而且便宜的人員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這一二十年裡面 國內外發 國外發生的一些核能事故 以及國內我們相關的部會 在處理一些爭議的時候 可能讓民眾沒有感受到這個信心 所以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經濟成本的問題 是社會成本的問題 那麼我相信社會各界大概也都了解 核四應該是台灣 在可見的未來就是最後一座核電廠 因為我們一方面完全看不出社會上 會同意在哪個地方去找尋地址 新建第五座核能電廠的可能性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環境基本法 也已經把非核家園的理想入法 所以剩下的就是怎麼樣執行 在我們核四角度說能夠運轉的 比如不管是四十幾年或五十幾年的時間裡面 爭取到這個時間 然後趕快去發展其他的再生能源 讓台灣不要再繼續必須要依賴核能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這個所謂的非核家園的一個規劃 我想這一點大方向大概很難改變 至於其他國家確實像韓國 剛剛委員有講到韓國是還在積極的發展核能 這個情況 韓國還在發展核能 所以但是我們只能說他們的社會氛圍 跟我們的台灣社會氛圍是不一樣 同時日本也很有趣 日本在福島事變之後 福島事變發生的時候 還有三座核能電廠正在新建 本來我們以為日本的廢核政策 將會叫這幾座電廠都不要建了 後來我們的了解才知道說 他們那三座核能電廠裡面至少有兩座 是繼續要去新建完成 所以可見以日本來講 它是真正發生福島核災的一個國家 它也不是說真的要能夠承受得去 把所有的核能電廠通通放棄 它還是要用漸進的方式 那麼最具體的表征當然就是幾天之前 安倍首相所做的這個宣言 他們要去重啟安全性無遺的核能電廠 好 謝謝院長 所以院長是以國內整個的氛圍 包括我們這個環境基本法入法 所以我們就朝向這個穩定減核的方向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在最近這幾個月 民眾一直認為 這我想可能很多委員也有提 政府常常從三個方面 在嚇唬我們老百姓 第一個這個天價的高額的違約金 第二個電價會上漲 第三個我們會有限電危機 所以從這三方面 本席首先要請教這個院長 我們到底如果停止建廠的違約金是多少 後續運作的維護費 到底是怎麼樣的天價 至今好像除了停止建廠的違約金 聽說是100億 那後續運作的維護費呢 有沒有合約 有需要怎麼樣的賠償金 我們比較確定的就是100億的部分 可能會超超過100億 那是現有合約 關於違約的那個 就是現有可以看到 如果停建 其他人的一些維護上面 就要100億的違約金 有的可能有簽 有的可能還沒簽 所以這個還要再仔細的去估算 所以有的有簽 只是還沒統計出來 後續的維護 有沒有一個數量級 有沒有一個數量級 對部分的民眾來講 也許覺得這100億並不是很多 但是就我們來看 當然是包括之前已經投資了 這個2800多億 那還有我們就是說 台電公司如果真的走到破產這條路的話 對整個那個連動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這個要怎麼樣去估算他的那個金錢的代價 是一門很複雜的學問 那就是說這個後續的維護費 院長您從頭到尾都非常清楚 而且都回答 但是針對這維護費好像比較閃爍 有的有簽有的沒簽 那有簽的我們到底目前 這個後續維護費賠償違約是多少 因為我覺得讓民眾了解 他們大家對於這個核電的情況 他他有他的判斷 我們是不是可以 如果如果停建了是不是 如果停建了以後那個這個 對就是如果就沒有維護費 就擺在那裡就廢棄在那裡 所以那個是以這個為前提 你要你要怎麼去處置 那那個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賠償就是你跟現有的 廠商將來可能的求償的問題 好那我最後我想請教院長 就是說核四如果商轉 我們未來五年的電價上漲比率是多少 核四如果不商轉 未來五年的電價上漲比率 預估會是多少 那核四如果不新建 台灣有沒有缺電危機 然後經濟成長率會下降多少 委員您這個問題在這個 最後這十幾秒裡面提出來 我真的很難講得很清楚 首先前面一兩個問題 我們目前正要求這個 台電公司還有經濟部在精算 所以確實還沒有答案 但是至於說電價會上漲多少 我今天已經有一再的說明 就核四的部分 如果停建的話大概 好好的